全家人終於團聚了 等一下猜拳輸了 這一餐就要請客 這樣好 好熱MV破百萬 早安 今天我們要前往的進度 要去看那一輛小路 我之女說昨天的環球隱城超級好玩的 然後展龍呢 他今天已經淚毯了 所以該他在飯店休息 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欸 奇怪 為什麼昨天環球隱城 我沒有帶我的兒子女去 對 很多人都說 但是可能因為 對 我來說 不管是外還是內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一叫子女加習慣 你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去環球隱城嗎 因為是大舅大一 你覺得大舅跟小舅是同一個人嗎 不是嗎 所以他剛剛一年的時間 是不是就是他的時間 沒有啦 然後昨天他們去玩 聽說他們玩得很開心 所以期待看他們的影片 那今天該我們要去進度玩 剛剛有個驚喜耶 他姐姐從澳洲回來台灣 姐姐從澳洲回來 你知道嗎 你猜的 你猜得到 為什麼 這個定位沒有關 好笨喔 家人 不要用定位這種軟體 驚喜都沒了 那我們現在去玩京都了 好 終於抵達了京都 今天來對天氣耶 熱到 熱到好漂亮 知道這什麼意思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熱大街想搖擺身體 就在 這音樂 Let's get party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所謂熱到很漂亮 雖然熱是一個 會讓人家好像在形容詞上 會覺得好像就是 好熱我不想出門 但是其實說實在話 我很享受流汗被逼出來的感覺 因為我其實不太容易流汗 啊五重塔我看到了 你們看一下 這個一隻 就是五重塔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了清水寺 一回到這邊就覺得很療癒 他說他走環球怎麼會很崩潰 我第一次去我覺得真的會崩潰 我過來是不是通關什麼 下次還要再去嗎 如果有人在約你去 是喔 還是會 我看到這個 這個我之前吃過 你要嗎 不要 你要喝奶茶嗎 要 跟你剛剛說不要喔 你要有奶油 還是不要有奶油 小朋友就是這樣子 不要就是要 前面都說不要 然後拱著拱著就說好 第七 我們就喝飲料 得到抹茶冰淇淋一枚 快不開心 啊算了 好得不到我要的 走 走 好好吃喔 但我也先表明 我不是抹茶控 我不是 不是 不是 抹茶控 我沒有很喜歡抹茶 可是 久了 來到這邊了 你會慢慢的被改變 你不喜歡 你都會想嘗試 這實在太白癡了 你吃的速度 要趕得上它融化的速度 有史努比的專賣店耶 來 假裝開心 不熱 一點都不熱 好 OK 可以做紀念了 走 以後不是夜 以後拍照 起來要說來裝嗨 假裝開心 以後要看的 然後拍完 好可以了 可以做紀念 走 你終於懂了吧 他昨天在網路上 查一堆資料說 有這個寺 有這個寺耶 這個四個寺廟都可以去耶 我說這每一個 都比轟爐地還累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天氣 所以我這邊要給各位一個建議 如果你家裡有一些長輩 千萬不要說一天 要什麼一網打盡 什麼四五個都去 因為住台北 有沒有去過那個轟爐地 你把它想成去四個轟爐地 你會一天去四個轟爐地嗎 不會 但其實也可以啦 跟團就可以 再來拜拜 這邊在思考要寫什麼願望 你上次不是寫一個願望已經實現了 就在昨天 考上什麼 美術系 旁邊啊 西貨班 旁邊也可以寫 好熱MV破百萬 那我們要一起放進去 你看大家都放著 我們一起放進去 好熱MV破百萬 希望可以考上美術班 Let's go 來這邊可以體驗一個煎牛排 體驗 到了福建道河神社 來到日本呢 尤其是京都這邊呢 非常推薦 每個你都可以略過 沒有啦 看得下 我個人主觀地認為 所有的寺廟裡面 我最喜歡的是福建道河神社 當然其實每個寺廟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但是因為我自己 以前很喜歡一部電影叫做 《異計回憶路》 這部電影我覺得很好看 來到這邊 每次都有一種很像 回到電影場景的感覺 裡面有一個千鳥 千鳥居那個 裡面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從現在 走走走 然後千本鳥居 這樣就走走走走 它這麼大 對啊 它很大 準備好要攻頂了 Ready 攻頂 這個就是你典型的那種說 好熱喔 可以不要走嗎 然後現在拍照 拍得很開心的那種家人 到了 就是要走這個 等一下 我們就這樣一路走上去 走完這個千鳥居 我們回到了市區 然後來逛街 剛剛吃了一蘭拉麵 現在好飽喔 現在旅遊已經群組裡面 有很多長輩說 要幫忙買什麼買什麼 逛著逛著 我們就看到這個 胖母貓結利署的沐浴泉 我們決定掃個 十幾個回去跑 這是要收集一整組 我就不相信 這樣我不會拿到一組 要看我拍嗎 趕快在下面留言給我 Rails打開看一下 會不會拿到一組 好啦 今天就結束在這邊了 今天的京都之旅 嗨 我們現在來到了奈良小路 全家人終於團聚了 沒錯 千辛萬苦 大家都好成熟 大家都好獨立 每個都做自己 出國旅遊的第四天 我們終於全部的人團聚了 然後呢 這兩個子女呢 有一個從澳洲來 他說要給他媽一個驚喜 可是從頭到尾沒驚喜就算了 他媽早就猜到 是吃吃來的 我們家其實很難搞 沒有錯 我們要去看奈良小路 他網路上Google一下 說有奈良小路 恭喜我們又來到了一個 充滿小路的這個地方 這邊很文明的呢 就是他整個道路上啊 整個公園啊 到處都是小路在那邊奔跑 非常的夢幻 第一次來的時候 我是跟家人一起 爸媽一起來 第二次來的時候 都是那個員工旅遊 所以我來了大概兩次 每一次來都覺得很特別 體驗都不太一樣 今天我們要再去體驗一次那兩小路 各位有看過那兩小路的 你第一次的體驗是什麼 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你怎麼決定要從澳洲飛過來 錢太多 沒有 有賺到 有撈到 就賺夠旅行的費用 就這樣 那你在澳洲打工辛苦嗎 要不是真的碰面 其實平常也很少有辦法關心你 挺辛苦 不是以前人家說的那麼的美好 出去自己闖淡這個世界之後 有沒有更想家了 沒有 沒有 就是要獨立啦 不是不愛家裡 而是考慮人生一定要體驗一個獨立期 會更清楚知道說自己可以做到什麼極限 小路來了 他這邊就是隨處都是野生的小路 路跟人是共處的 這邊的人都知道說 只要路要過馬路的時候 他們會停下來讓 他說要到裡面 我們要把他藏好 你幫我藏起來 他看到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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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藏好可怕 他不是找你 他找我 他會撞我 每個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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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沒了沒了 不要鬧啦 我教各位怎麼自保 就是當你沒有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雙手一攤 他們就知道你沒有了 因為他們會一直看著你 這是一個自保的方法 你...他... 嚇跑 你只要手上有拿那個餅乾 他就會靠近 其實各位用看的就覺得很明顯 其實他就是單純靠近 因為他們已經很習慣說 有這個餅乾可以吃 哭了 哭了 真的直接哭了 被小路弄到崩壘 在這邊可以完全安靜的放鬆 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一個人來旅行的話 你會非常的有很多 因為你會覺得 眼前有很多小路斑鼻在那邊跑來跑去 據說在冬天的時候 還有一個特定的時間會 譬如說 讓他們怎麼... 避冬啊什麼 避冬 避冬 就是避暑的相反 過冬 過冬 我們現在來吃 Kwimia 我們等一下要跟冰淇淋賽跑 但是我已經學聰明 那小舅是有請客嗎 為什麼 謝謝小舅 上次我整個手融化 我也要吃一個冰淇淋 時間賽跑 快點 跟... 欸 你好厲害喔 跟時間賽跑 這個 哇 這韓蠻 久了韓蠻 還要死 這夠韓蠻的這個 我講... 滴到這樣 滴到這樣 吃到這樣 笑了笑了 笑了 笑了 他剛剛被小鹿直接嚇哭 現在來到了 東大寺 再次來到東大寺 有機會來到這邊的人呢 可以走到裡面去 拜拜許願 按照那個... 小朋友的要求 他想要吃大阪燥 他人生第一次舔大阪燥 我願意... 不是你要求嗎 不是他 我們的東京小朋友的林向島呢 說來這邊人家吃大阪燥 我們現在三個長輩在這邊 要玩一個遊戲 等一下猜拳輸了 這一餐呢 就要請客 好 來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勝利 剪刀石頭布 你們兩個直接把他秒殺啦 謝謝舅舅 謝謝大舅 謝謝大舅 謝謝老闆 我要吃一條葉子啊 我是想要冥想說就跟自己說 我打算創造有人請他人家 那我們晚上才去吃什麼 我們吃居酒壺 晚上也是請嘛 有人請嗎 你是不是要換你 結束了奈良小路之旅 你對奈良小路有什麼心得 好可怕 好可怕 提完奈良小路有什麼感覺 剛剛小朋友說很可怕 可怕不會啊 不知道一定N次來到這裡了 特地N次 我們期許下一次來大滿的時候 會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吃 好啦 我們今天的奈良小路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按讚訂閱分享 請支持我們 繼續支持這個 好形象舅舅 做人設 請客 結果你請了嗎 環球映城 他們就說 希望我們帶我子女去環球映城 多少讚 就是我子女的 多少零費 我已經生氣了 你要不要接受這個事實 不是啊 為什麼 是你自己發文的 是你自己發文 欸